終於上到這個老天的觀景台了 整個景色很漂亮 是我最後一天去華欣 我現在也是在酒店吃早餐 以前也是這個麵 還有我買了優格吃的 然後我會坐三個小時 車到曼谷那邊 到曼谷後 第一時間吃午餐 這餐是吃中餐 也是普通團餐 然後再去了一個珠寶城 看珠寶 剛剛走進去賣珠寶的地方 就覺得 因為我不戴戒指 不戴那些有寫的東西 所以我就沒什麼興趣 我現在就和婆婆一起 在這個咖啡店裡坐 等他們 去完珠寶城之後 就去這個蜂蜜的專賣店 不過我們還是沒什麼收穫 因為沒什麼興趣 現在呢 就去這個The Sky Hotel的下面 去到下面街 那我一瞬間呢 就會上去這間 全泰國最高的大廈 去吃這個自然餐 這個子彈也上去 直接上去我們吃浦肥的地方 是 觀營台 我們現在要去觀營台 先觀營台 然後再吃浦肥 終於上到這個老天的觀營台了 整個鏡子很漂亮 我們現在去這個自助餐的地方 那我就很多年前來過吃的 但是我就不記得了 那我這次就當第一次來吃 看看感覺如何 我走完它一圈 我都覺得它是種類多的 但是味道如何呢 就要吃過才知道 剛剛吃完這個自助餐 你問我好不好吃呢 我就覺得如果你吃回泰式的東西是OK的 但是我聽這群人說 牛排比較韌一點 然後如果是吃燒海鮮的話 菜是最好吃的 那我都覺得so far so good 又不是很值得推介來這裡的 只不過 因為團來所以 就順便吃一下 最近這個Asia Tech夜市 它最標誌性就是 有一個摩天輪 剛剛走進來這個夜市 剛才在門口那裡是有按鍵 要檢查你的手袋 因為它怕會有人亂帶東西進去 其實我就覺得這個夜市 就沒有什麼值得買的 老實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走一下 周圍拍照的話 大家拍一下時間 我覺得都OK的 來到我們今晚住的酒店 我們會住這間酒店兩晚 這間酒店叫做 Amari Hotel 近Nana的BTS Station 這間酒店其實是中東區 然後我去這個酒店大堂 一進來已經很大股 那些中東的香水 好像去了杜拜 由於這間酒店房真的太普通了 我都免得拍room tour給大家看 那我就最後 去了酒店對面的supermarket 逛逛逛 買點宵夜回去酒店吃 來到第四天 那我就去曼谷吃我的早餐 然後就會去JJ Market 和這個central world 阿BTS那邊走 那我今天的早餐超級豐富 就是這裡的早餐 它的總量是多於華人很多 然後有我最喜歡吃的 Palmahem和沙拉米 我給大家看一下 有這個 Mozzarella 然後有粉紅芝士 然後有這個沙拉米 Palmahem 還有這個沙文魚 這個早餐呢 我現在就去這個閘道閘市場 我們酒店都很近這個VPS Station 我們大概半個小時就到這個JJ Market 這個Mochi Station 超多人去到我後面 是全部人潮湧去閘道閘市場 都不知道怎麼走 但我看到一大堆人走去那個方向 我就跟著了 走來這個地方 它是Session 6 第六段 我看到是賣衣服的 但我看到開始有些地方 即是有些商店是賣一些Vintage 給古藝的 古藝店裡面賣衣服 大概8多元 很便宜 20多元港幣 更便宜 但是尺寸 我自己穿小馬就OK 很容易找 但如果是穿大馬那些 就比較難找一點 好笑 這裡走一個小時 已經是修往豐富了 我覺得袋是敷了 我覺得這裡的藍裝都蠻高質的 我覺得那些款式 跟韓國你看到的奧巴 穿長版的衣服差不多 我覺得這裡都是入手 都是大概一百匹 即是二十五元港幣一件 即是抵到辣 剛剛離開了JJ Market 然後現在就回酒店 但是大家記得要一定要帶水 因為這裡真的太熱了 因為這裡有壁 然後焗就不太焗 我覺得 但是一定要補充水 否則就很容易中暑 決定了不回酒店 我們打算先吃午餐 先回去 我們現在就在Siam這個站 我們應該也會走 Tentral World、Big C 和Siam Paragon 那些地方 去FoodCon 找了一間餐廳 應該是吃一些泰國家 一些Fusion菜 環境都還不錯 希望這些菜不會令我失望 我現在穿了不同的衣服 其實這件是剛剛買到JJ Market 新買的衣服 因為下天太熱 真的衝浪到不得了 所以一定要換個天 我現在就去Central World 打算找一間餐廳分店 之後再去Big C逛街 今天就叫了兩球 一球就叫吹煲膠的味道 第二球就是這個 蘋果加紅莓的雪巴 然後我點了兩樣的食材 試一試那兩種味道 讓大家看看 先試一試雪巴 完全不膩的 因為這個蘋果味的雪巴 是沒有下牛奶的 很清新的 再試一下吹波膠的味道 我選它是純粹因為顏色很美 沒什麼吹波膠的味道 先發現到一些吹波膠的痕跡了 就是它一粒粒的脆粒 它就是吹波膠糖的味道 這個很有咬頭 吹波膠的 超多人買東西 但是我發現它如果你要買一些藥 又或者買一些化妝品 它要像日本的京安殿堂 這樣就要分開Session 準備 完畢詩其實就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就是買了小老闆 一些魔果肝 還有一些蟲蛹 我的朋友說要買蟲蛹 我正在逼詩對秦的夜市 很喜歡每間餐 arrested 然後還有很多 portable 像爸爸 SaysDDD 一走走走進去商場 應該在VGM附近吃晚餐了 本來想到窄到窄的夜市 但因為太累了 所以在觀看 réflource 我們現在又到�咀嚨 吃午飯 那我們這次經營吃 barrel 我們就買了一些湯粉和一些凍蟹去吃 簡單單單就吃一頓 因為剛才吃太多食物 吃完飯 原來在這裡買食物是要用一張卡 好像真值去買 去那些餐廳買食物 如果你用完的錢可以給他一張卡 然後給他剩下的錢 我覺得Siam Paragon這個食物是不好吃 麵我剛才說是好吃的 但是頭一口 之後也很辣 不知道為什麼 吃的龐蟹和花蟹不新鮮 肉是很鮮的 完全沒有彈牙的感覺 所以如果可以選擇 下次不要選這間 今天是我最後一天去泰國 依然都是吃香酒店的早餐 稍後會走一些簡單的行程 應該也會走一些皮具城 然後走商場 就會上機 我看見這間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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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都是寫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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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2點的我們已經去吃這個午餐了 聽說今餐是炸雞料理 教我們泰國吃炸雞 剛才去了行程必去的地方 現在已經走了 我們去到最後一站 就是去一個大商場的 叫做Mega Banner 那裡好像又有迫事 不知道會不會再買多些手信回香港 買了小老闆 不過今次就不買一口盒的 買一包包 因為要放進行李裡都會拆盒 這間迫事相對來說 就比Central World附近那間小人 因為它始終不是去市中心 即是近郊區的位置 所以走得舒服一點 而且貨物都多一點 昨天找不到這些 因為賣光了 我們打算在這裡吃晚餐才離開 但是因為這裡的人要打包 很慢 所以我們去到機場才會吃 這次買了兩種三文治 今次就試這個肉鬆芝士 還有這個青咖喱味 很少聽人說青咖喱好吃 那我就試一下 究竟味道是怎樣的 一會兒 臨走之前都要吃在7-11的三文治 那我就覺得原來青咖喱味是最好吃的 下次都要再來吃 然後吃完之後 就要回香港了 期待下次的行程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我們下次見